期待鼠方姐讲这些大主题之前 不好意思 因为现在振兴三倍券 大家都在问 有最新的消息随时为您插播 今天政府高层有说 如果你今天去摊商 夜市或蔡奇亚去买东西 摊商如果愿意找零 也是OK的 但是如果我瑞涵是老家 我开摊饭 卖红萝卜一两根 好了 你这个人来跟我 买了两根红萝卜 只要20块 然后你拿200块给我 对不对 我要找180块给你 所以很多的摊商都在抱怨说 人家都买10块20块 所以我的现金都找光光了 钱都找光光 我手上一堆的 这个三倍券是要干嘛 摊商有抱怨就是这样 然后广告时间 十方姐又提了一个好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其实很多人都想到 十方姐帮我补充什么方法 对很多人就说 那我就去那个大卖场去买东西 然后再过来隔一天去做退货 这样行不行 对啊 你看很多人都想到了 我拿3000块去超商 或者是学大卖场 买个3500块 隔一天去做够中退货 就退现金行不行啊 大家就想到了 所以跟您做报告 现在很多的大卖场 不接受退货 如果您用三倍券买的话 所以我告诉您哦 您能想到的 大家都想到了 没关系 能够有的 大家都帮您继续追下去了 现在马上转到了追产业 淑芳姐来请上来 刚刚讲了一半 我好期待这一题哦 淑芳姐的资料 来 刚刚说了 原来它是一个 上中下游的整合动作 漂亮呀 对 其实这个动作是为了 整个台积电 要去做美国的设厂 去做铺路 为什么要去做铺路 你仔细去看 它这个电子设计 自动化的公司 美国就是人工贵 对 所以在整个台积电 要去做美国设厂 它一定要去做节省成本 所以这一个合作 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我们知道 整个一个台积电 它主要是要把整个奈米 上面去做下降 5奈米的部分 对不对 所以它推出5奈米的高效能 这个叫系统单晶片 SOC就是系统单晶片 那细制裁的意思是什么 这一家公司 譬如说新思 它发展出来一个东西 它是有专利权的 我使用你的专利权 去完成我需要的东西 这个叫细制裁 那这个部分可以什么 第一个它设计的效能 它的功耗比较低 密度来讲的话可以比较密 那这个部分它就会降低什么 我将来里面来讲 要跨路到5奈米 从7奈米到5奈米 对不对 我本身来讲的话 我的一个报废率 会降低 对降低 而且成功的几率 就是说我会缩短 我从7奈米5奈米到3奈米 成功的一个时间周期会比较短 跟大家报告 奈米数字越低是越高阶 所以越高阶 你就需要效能越高 功耗越低密度要高 所以如果这些的技术 你都能够拿到 当然报废率就偏低了 所以它的降低整合的风险性 也就是说让我从7奈米到5奈米 我消耗的一个成本 跟设计的时间的周期可以缩短 那这样的话在美国这种 人工成本这么贵的东西里面 时间就是金钱 所以这个动作 新思找台积电合作 就是为台积电到美国设厂 上中下整合的铺路 对也就是整个一个新思 也想要抢台积电这个订单 那我们来看看 那第二个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 三星在这边里面来讲 他怎么可能让全世界的版面 被台积电占掉 他也会在这边 因为现在就是全世界都是低利率 也是开始扩张旗鼓 用八兆的韩元 就是多少台币 1948亿台币 投资什么 3D内的一个区块 那是什么东西 那大家还记得 我们之前教内的吗 内的就是 有没有绘花跟没有绘花 那它是属于没有绘花的 就没有绘花性的记忆体 上次教过了 绘花性的就是绘花 一关机资料就不见 没有电 没有电 一关机没有电 那资料就不见了嘛 那你说这个内的是 不会绘花 对 不会绘花 就算断电 它的资料还会存着 那你说那加个3D的意思呢 3D就是堆叠 堆叠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在一定有限的空间 假设你不是2D 那你是不是要空间更大 现在的所有的手机 或所有的一些的一个3C产品 是不是要体积小 里面的东西要多 存的要够多 所以我用3D的话 我就可以用最小的空间上面 去完成什么 完成我需要的放的一些的零组件 所以3D内的将会让它的存量 或者是其他零组件放更多 因为它走立体的 因为它需要的空间最小 这个部分大家就留意到 好 半导体股扫描一下 先来看 因为整个IP服务或是细致材很多 像四星 像力旺 像创意这些都是 那我们主要都是写台积电的同盟国 那四星在今天是拉上了涨停板 那5月以来 因为它纳入MCI的一个中小型个股 外资是买4000张 投信是卖2000多张 那殖利率只有1.2% 那5月 我现在算5月以来涨幅 它已经3.6% 它盘盘盘 今天才拉出一根涨停板 但是这一档个股 大家记得吗 我们是有100多块钱的介绍 现在300多 那要不要再去追 就看观众朋友敢不敢 但是目前来看 趋势上面还是对的 不然的话 为什么新市要跟台积电合作 那3680加登的一个区块 就是说三星市这一次 先用8兆韩元来用3D 所谓的内的 它之前有宣布 它也要做EUV 它摆明就是跟我们台积电拼了 台积电就是要EUV的 极止外光光照的一个区块上面 做什么 做萎缩萎影 这个就是萎缩萎影 那这个部分也是为了 从7奈米 5奈米 3奈米 要完成 那台湾就是EUV的光照 就是来自于加灯的部分 它本预比很非常的高 因为它 因为设备的一个区块 一定会来 但是它设备都是 整个机器出来的 才能够认力的收入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是没有办法这样估算的 那本预比非常的高 那收盘价是222块 那你看投信买一口 你会迟到 但是你终究会来 我问你 那家当算是投信的任养股吗 对 而且你看5月以来的涨幅 已经两成了 算是中小型的电子个股 涨幅很大 而且设备个股它最会涨 台积电 那台积电的一个区块 在今天里面终于回到了300块钱 你看那个整个5月以来 外资终于在最近才开始回补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他今天买这样一万多张 他未来里面来讲 还可以买多少张 你剪一下 还可以再买很多张 因为都要知道 对台积电未来的股价上面 是有正面帮助 这个我先插播 你看5月份外资狂卖 5月份至今 狂卖了14万张 6月份的第一天 这个礼拜开始 我们发现到 不对耶 外资5月份卖台积电 卖过头现在把它买回来 您看今天 今天的外资买超台积电 第6名买了14000多张 所以连续三买 也就是6月份的 礼拜一二三天天买 所以外资在6月份 对台积电的卖过头 买回来的买盘力道会延续吗 只要台币持续升值就会 所以大家看刚刚来讲 整个瑞涵补充的那个画面 外资买超的方式上面 它就是T50成分 它跟基本面没有关系 你看群创跟友达 这跟基本面有什么关系 然后金融个股 全部都是权重嘛 所以他买T50成分股 那不就是看多大盘吗 当然啦 他买多当然 看多大盘啊 对不对 那顶多他的一个方式 就是这样子 做多期货 赚整个汇率 那大不了就在什么 选择权或是T50反应 币下限 那基本上他买的 就一定是T50成分个股 所以六月份外资是有空分多了 对目前是啊 赞哦 所以我们赶快看一下 鼠方姐的资料 把它扫描完 台积电外资卖过头 六月份已经开始买回来 然后五月份涨不多 所以六月份会反扑了 所以从2330检查到市新来开始 好我们来看2330的台积电 我们来我们看 对突破了 下降轨道线 突破了只是量不够 成交量不够 所以成交量还没有出来前 台积电叫温水煮青蛙 金金涨 等到成交量出来 拉出一根长红棒之后 那个时间点才要稍微小心 请问成交量出来 拉出一根红棒 今天算吗 今天成交量不够啊 没有到很大 所以他的就是 台积电目前 如果是这种成交量 叫做指数涨多少 他就涨多少 他这种概念 大家记住就好了 所以台积电本月开始 6月份会领涨大盘 应该就说 大盘的指数就是看这T50成分个股 太赞了 第二档来加登 第二个部分 我们来看加登 加登的区块上面而言 你看他已经进行什么 三角形收链的尾端 那你可以说 他的一个所谓的 整个一个法术 还说我5月份的营收会衰退 股价有跌吗 没有 对 就是反应 不管是现在里面来讲话 整个台湾的设厂 还有去美国的设厂 对他都是有利的 OK OK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市新 366亿的市新 328块 创新高 对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 像这种个股 有没有看到这一条线 叫做月均线 对月线 没有跌破之前 它就是中线三百安全 跌破月线呢 你就可以波段获利了结 好 这个接下来 第一个半导体重要大事 从台积电 美国的心思追完之后 我们看联发科 外资大推联发科 高盛含六百块 高价股会比价吗 请问一下联发科 有机会六百吗 我觉得现在的一个 所谓的高价个股 不是在比价位 是在开始比本益比 我会从这样的角度 来跟大家分析 大家还记得 之前里面大家都说 IC设计四千斤 什么系列 信华 祥硕这一类型的 就他们本益比拉拉拉拉拉拉 拉到三十倍 四十倍的时候 砰一声 在昨天都打到跌停 所以那为什么联发科 反而拉上来 因为联发科四百块钱 是二十倍本益比 那为什么讲六百 三十倍本益比 不就是在比本益比的 价格的目标价吗 所以大家有这种概念 不是说一定是在 股价上面的比价 是在本益比 本益比的去看 所以联发科收盘价格 是四百九十块 你看 外资 投信 土洋 同买 不过联发科的殖利率 其实没有到很高 因为涨了嘛 他如果没有涨那么多 殖利率当然是比较高 殖利率会随着 股价的上涨而降低 这是部分是留意的 那这个过程中 美中贸易战的一个转单 是外资看好联发科的理由 他真的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因为美中贸易战 大家要买5G晶片 就不买高通了 本来就买他的啊 那在最近里面大家说 整个华为转 转手联发科 下订单给台积电 或是台积电转手联发科 去接华为订单 乱写 联发科本身是做 标准型5G晶片 什么叫标准型 我不是针对瑞涵 你单一客户华为啊 对不对 我是针对所有客户 只要能够用的 手机能够使用的 我都通通可以供货 而且他本来就是台积电的客户 所以咯 您回想看看中国大陆 很多的手机品牌 小米啦 OPPO啦 华为 华为是不知道了 其他的中国大陆 很多手机的品牌 都是跟联发科买晶片 标准型的 for大家用 对 那我讲百一点点 在之前整个一个禁制令 有规定 ASIC 就是说你用整个一个美国的 最上元的一个区块 你就是不能够卖个华为 那如果联发科可以克服这个 ASIC 特殊应用晶片呢 他可不可以卖 他当然可以卖啊 他又不送你美国管 我们联发科其实并不是美国公司 是我们台湾的公司 而且他的手机 5G手机的晶片 性价比非常高 比高通便宜啊 效能又不错 那不用他的要用谁的 对 我先确认一下 联发科490 真的有机会看到 这个价格吗 也就是说 有没有机会吗 我觉得有一点点难度 紧撞 所以你看吧 我为什么在广告前要问 无外资 价格可以乱喊 会不会到才是关键 所以呢 待会回到现场之后 让淑芳姐继续说下去了 还有姐刚刚有说 GIC设计高价股 现在在比赛 本益比 又是什么意思 回来画个图 做个公式 您大概就明白了 然后呢 多数时间交给临终了 大盘达成了两个重要任务 我终于等到23300 发动了 外资买起来了 还有哦 圣洁也说了 亮出来就会变成 从这个身份 变成大早小回 可是呢 林中说固然可惜会这样 但是也有需要 担心的地方 什么地方呢 林中的第一题 当然林中呢 今天号第二大题 就是他的威廉指标 要告诉您 美党标的最佳的精准买卖点 怎么喷顿呢 我这次在灵里面 我会说 为什么没人 我可以说 这次在灵里面 这次在灵里面 我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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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说